有沒有 當然有些很尊敬 歸來的 肌肉不可以歸 紅包拿出來 各有各的 那時候我只要告訴自己 你罵我 我也笑 你偷拍我照 五個年輕人跟他出名 咬到我 媽 你的粉絲在我面前喔 我也聽到 還說我頭拍 頭拍 我說不用拍 我再給你拍 來 合照 給你媽看 送你煉珠 回去給你媽看 送煉珠還不夠 再給你媽媽一條 讓他們老婆就開心了 所以既然你媽在學佛 所以各位 這都要學 不敢要來 辭 辭 辭 你沒有再給眾生快樂 你看花頭蜜蜜 每天要講一個笑話 讓你太太聽好不好 讓你兒子聽 老實說我口才這樣練出來 我媽媽 爸爸 故事呢 我半天很忙 還請我的秘書 每天幫我找一個故事 不然晚上不敢回家 然後我太太就抗議 講給你兒子聽 不講給我聽 喔 好吧 講什麼給你聽 來 親一個 OK 所以 那我沒辦法 我要學啊 因為我要開始學菩薩道了 但是你不講給他聽 他不快樂 但是你不能說 好啦 睡覺 這樣不行 那為了這個 我就收集很多故事 後來我就在電視上講佛陀 一百個故事這樣 因為我以前是講給兒子聽的 我就要 我記得要出家 我就要讓他學菩 種下一個根 跟將來來世 未來世 有機會 會萌芽的 這樣就好了 所以為了別人 你會進步 為了講給我兒子聽 為了講給我太太聽 那我 我總要去收集一些 然後還要送他禮物 那我跟你說的意思 我這個慈心不要 只會解釋 娛樂 我要給眾生快樂 看著你還沒要打酒 看著別人還想給 所以師父啊 不要看著人要主動 尤其我們比丘尼師父 比較小的你 你不要看我 我也不會看你 那不行 大家好 歡迎來法會 要去打酒後 因為修行嘛 修行不是 不是用個性 修行是用佛性 你會記得 你每天都打酒後 出家的人就是 出家很快樂 出家很快樂 快樂家族 快樂民族 快樂淨土 那既然講詞 我沒有開心 問題你也沒有好心 那當然各位 讓我們吹電風 讓我們很好 讓我們坐好 讓我們坐好 讓我們開心 那那一集你的標情 你的講話 一切 不要讓對方痛苦 只要給你快樂 而且把這個快樂 成為你生命的責任 那希望大家 多修這個 來 唸一下 持無量心 無量無量無邊 就是大的意思 所以我現在已經會笑了 你也要學 我一個人在房間 我也在持無量心 看著佛爪 現在有網路 真的敲桌 跟天空也敲桌不完 所以我昨天在查唐朝的 哇哇哇 詩那麼多 哇 那些詩 那些滋散 念不完 寫白尾 所以寫不完 我再過幾天要去澳洲 一查資料 哇哇哇 這樣啊 澳洲是罪犯的天堂 那些罪犯的四金都超多 澳洲參加過二次大戰 澳洲的原住民 和澳洲的宗教徒 澳洲的袋鼠 澳洲的牛 超度不完 但是你總要想辦法 想辦法 保持在慈心的狀態 結果啊 你這樣在練習吧 你會發覺 你一直在快樂的心態 一直在快樂的心態 因為你一直想要表達 關心對方 所以各位愛的 開始練習 每天唱 每天主動打招呼 好不好啊 做眾生不請之友 主動關懷對方 像我剛剛來 我這個人比較避暑 不過我會繞一圈 我和義工菩薩在那邊照顧 打個招呼 那邊噴水啊 用水啊 點燈啊 革西在那邊修法啊 有型的打招呼 沒有型的打招呼 然後你要表達歡喜 像各位在念大悲咒 我就跑去那邊回向 回向 把大家的功德 我也來念大悲咒 那當然我這樣講 如果各位要了解慈心的名相 那當然書籍裡面很多 但是現在我講的是實際的用 那當然我這樣講 像彌勒菩薩一樣 吃得大口大口 落口的話說落口 會出頭說出頭 他專門在通知別人這個了 而且一個嚴肅的道場 他要變成幽默 所以為什麼彌勒菩薩放在五官堂 還有出家人的吃飯很嚴肅 你們你們好像都沒有什麼悲心啊 所以他要演一齣戲 來告訴慈心是什麼 你記得要吃壽心 柔軟是什麼 所以用布袋和尚的這種幽默 去葡萄中心 背著眾生的煩惱 也承擔了眾生的痛苦 放下煩惱 承擔眾生 那經常拿著一個布袋 那他用這種形象度了多少送生 所以大部分人都認識布袋和尚 但是很少人認識彌勒菩薩 那這彌勒菩薩他們家住在做我也知道 我們家餐廳門口會吃分的彌勒 那我都知道 那彌勒菩薩為了要表達這個 那我想我們也要開始想這種 再來悲大 大就是無分別 而且這個大也代表沒有我在慈悲 各位你不可以說我對你很好 連這個也不可以 因為祖鼻是我們的本體 祖鼻是我們的本性 祖鼻是我們的世上 就像說 我們的生命裡面就有空氣 沒有空氣就要死 空氣就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不會停啊 所以這個大悲 看著眾生思考 心肝就要求 這個叫大悲 沒有分別 你早上強姦我 你現在跌倒了 我還要救你 希望你好 沒有過去心不可得 不會存在說 你曾經對不起我 我就是想要讓你離苦 脫離痛苦 而且把讓眾生脫離痛苦 成為你生命存在的價值 我們換掉的 社會就要滋逼 沒有為別的 所以各位 你家庭要快樂 不是改變對吧 用慈心悲心 對待你們家的人 你做壞事 你拿去鬼 明天他們要安排我去 大聊女子監獄 然後呢 我要莊嚴一點 因為我有 我安住空性 你如果看著我 你就進入空性 這樣就好了 所以 但是如果我有愛染心 嘿嘿 我就不能這一套 你們就再見 好了 所以各位 我們師傅說的 你手如果沒有空 你去摸垃圾的沒關係 你手自己如果有空 不能去摸 你自己還有分別愛染 那你千萬 不要著想 沒到你也摸下去 所以 但是你自己覺得 我沒有 我純心自問 沒有了 不會 我雖然知道 男人很帥 女人很漂亮 我看一眼 但是心中 不能有那個想法 冰淇淋好不好吃 好吃 但不吃 我還會問 是不是香草 考慮一下 我只有吃香草 所以 但是 但是我心裡面不會想 你不跟我說 我不會想 但是你要知道 你會不會 就像我看到別人在抽菸 哎呀 我是昏貴 我以前為了出家 已經刷了好幾次 現在也刷不好 但是 我也知道抽菸 很香 但是現在聞起來不香 但是沒有欲望 但是我也不會罵他抽菸 所以各位 你不能說 我沒有吃香草 去美人吃香草 這樣也不對 只是因為 同情他 他就沒有了解乎乎了 他如果了解乎乎 他沒有必要去吃香草 拿那錢 他如果點一根香 共用重心 說得很大呢 但是他不知道 所以我想 慈跟悲 前面有一個喜捨 就是一個冤親平等 你不會喜歡這個 討厭這個 而且他做好的 你比他還高興 所以各位你在路邊 看到老人看老人 心裡很快樂 這個叫喜 真的是百年好合 模範夫妻 你看到一個 老人自己在路邊走 沒有人敢 要嘛你就去敢 不然呢 你就一直給他回鄉 希望他走路平安 你就要救那個機會收行 這個叫心 這個心態 是因為外在的這些象 你浮出這個念頭了 所以要大慈悲心 第二個就是 秉頂心 沒有分別 那大家都知道 沒有分別 簡單說這個 你對待 他這樣 叫對待那樣子 我們今天也要放心 那不關是老虎 大象 獅子 羊 豬 那我們都平等 那今天你會救 悟命 有行的 你要幫助無行的 但是這個平等 只是眾生平等 還有一個叫法平等 什麼叫法平等 說到健康 這不是人為因素 那我都可以接受 叫平等 所以你沒我 你對我好 我依然平等對待你 我要用慈悲心 用平等心去做慈悲心 所以各位要記得喔 你看你 你老公也好 我 你會吃醋 你趕快念那麼 因為你沒有平等心 你會覺得不開心 他為什麼跟別人這樣說話 人的愛民主呢 你跟外界人一樣 我有人是在路邊不好 還有人拿共用碗 我就很抱歉 旁邊師傅說 我不是人喔 你不要拿我 然後他的心態也會現出來 那個時候我也沒辦法 強迫信徒去做啊 我拿到紅包 那我也會跟那位法師 阿彌陀佛 這樣啊 表達我對他的打招呼 而不是說 我拿到紅包 我比較臭皮 那各位 平等心很簡單 我們現在要開始去練習吧 健康也好 發病也好 有完好 沒有也好 除了眾生平等 法平等 要用這樣子的平等心 升起大悲心 念大悲咒 所以你對你老婆 念大悲酒 你對眾生都要念大悲酒 再來 無違心 無明言行 了解 因為 無違就是說 講的小小話就是說 不要有什麼企圖 這樣啦 那一件呢 因為就算你企圖去做什麼 結果 也是一樣 有違法 都是變化無常 虛幻的 那 你既要有所求去做 結果都是苦的 因為 身必定是滅 所以現在各位做什麼事情 要以無所求的 按住涅槃寂靜而去做 而去慈悲心 所以慈悲心是無違心 那慈悲心必須有無所求的心態 無我分別的平等心去慈悲 不然如果有違法 你給你有所求的去做 那結果還是幻化 沒有功德 義主公就像告訴我們 保持空性 那這裏面 當然無違心也是平等心 平等心也是空觀心 但是 觀音菩薩用各種方法 讓人了解 所以今天 我們去跟我們做念 不需要介紹我們是慈悲自業 生命電視台 也不是為了前來 註念就是註念 你的勞悲就是我的勞悲 所以我念對方也是念我自己 所以有這個平等心 無所求的無違心 目的還是要圓滿 大慈悲心 但是 不管你亂努力 各位要了解 一切都回歸平靜 歸零 就像 你給你做的體重計 打下去會這樣 你稍等一下 腳一定要留下 它就回來了 萬法 最後都是空無自信 所以 那 現在很痛 很痛 現在很快樂 那這個快樂跟痛苦 她說 她說 她說